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常溪飛馬節目 終於磨合期已經過了 終於變成鬥章了 首先恭喜 沒什麼很恭喜你 這個是手術成功了但是被人死了 貼了我一 win 一批但是會輸錢 我們上次貼的四隻馬都進來了 如果有些運氣好一點應該有兩 win 可惜 我是買了win二傳一的 那就不用檢討了 進來就不用檢討了 是啊 檢討一下投注策略 為什麼這麼蠢 這樣買就贏不了錢 有隻鹿捉到 為什麼就丟掉了它 為什麼你贏不了錢呢 因為就是這樣 彩虹之光我覺得他的拍跳真的很漂亮 就是偉達試到這隻馬是一隻這麼漂亮的馬 當然是買win的 就是你想著偉達的東西就不會說 我先進了Pay 接著再打Pay 你知道我做了那個資料就是 偉達其實只有很少馬可以進完Pay 然後進完Pay就贏 多數都是要隔到沒有渣了 輸乾輸淨了沒有 輸淨了沒有了 沒有了它才搶你 所以這個是偉達的雜性 所以當他的馬是沒有Pay的時候 我就會買Win 結果你竟然輸了一隻彩虹之光 是啊 但其實那隻叫什麼 那隻八心之威都有十幾倍 真的想不到 八心之威好分 另外一隻威頭 我跟大家說是因為十二檔 他給了多些威跑慢慢拉回人家 有說過有說過 就是這樣 我末尼那場中中了一隻虎六 補了少許Win 因為我之前也介紹過 同一時間動手 我要檢討一下投入策略 其實這次講這次講 有件事都挺蠢的 就是我尾場因為有些本錢 我就去買四重彩和三重彩 我發現我自己竟然拖漏了周俊樂 為什麼 我不知道 竟虛 這裡檢討一下 其實周俊樂那天的表現 沒理由不拖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條四重彩 就是田太安 潘頓 莫雷拉 加周俊樂 竟然快九萬多 是啊 神經病 其實都很容易搞 全滿大樓 第一件事周俊樂已經有表現了 那天百心之威也去 你一直買下去 中了一條加三大師傅的九萬元四重彩 然後尾場又是派去那隻景區 這裡有少許 如果你說要檢討我就要檢討 即是贏不了更多 那天也很開心 買了一些東西 開開心心 最重要就是葛和青 這些東西 我不是葛和青 都蠻開心的 現在蠻痴眼的 先拿走了 拿走了 然後葛和青就去購物 又買了一些錄音的東西 買了很多 那些 accessory 即是你不贏錢 給我也不會買 但是沒有所謂 你有錢贏也好 即是我們這樣就算沒有錢贏也好 中債就不需要怎麼檢討 不需要檢討 我們直接來今天 希望今天都是吃著旺誓 來到78次賽事 只剩下11次 方家柏那晚就蓋棋了 那晚就不止方家柏蓋棋了 那晚就是方家柏菜漢也蓋棋了 審集成是不是蓋棋了 也是蓋棋 就是蓋棋 方家柏知道蓋棋 結果美場那隻聖賢就不用買了 很恐怖 很恐怖 一定美麗聖賢全蓋棋 是啊 其實那個美場應該挺容易的 你相信半部區就可以了 還有現在美段 過去那幾場的賽日 我就拿一隻半部區做膽 因為過去那幾天 苗禮德美場都很表現 這次苗禮德的美場是什麼 這次苗禮德沒有美場 這次苗禮德沒有美場 我覺得板斗財星和水星2號 只有兩個多 我想這次就不用看了 現在的騎師龍虎榜又怎樣 騎師哪有龍虎榜 現在差21場 對不起 蓮馬斯龍虎榜 蓮馬斯就是65對66 因為兩個都蓋棋了 兩個都蓋棋了 兩個都蓋棋了 這些叫做贏面很大的馬 另外還有一隻二進 你好像喜歡他的美場 我喜歡他的美場 但是呢 蔡翰多些排面 方家法就比較暗牌 春風有趣 我選了一隻 暗牌就比方家法好 你不知道會不會下飛 當然是很早期錄影 是星期五來的 所以我 我們沒有賠率 和上次一樣 你選後一點 好像是我先選 不是啊 我們應該順序次序 順序次序 我兩隻都 先說葉森打鼻 順序次序 星期天就跑沙田 十場馬沙田 中間第四場 第五場中間 就夾一場安田紀念 但是星期六的晚上 就會跑八場葉森馬場轉播過來 因為那天跑葉森打鼻 其實葉森打鼻應該就是打鼻 因為就是全世界第一場打鼻就是葉森打鼻 基本上其他都是抄他 6月5日晚上就是11點半 葉森打鼻 安排在第五場 就是葉森打鼻 很厲害 2405 你有隻馬提供 當然 大家這麼熟悉我 我當然是給大葉門的 這隻叫編而無知 我白人原本有六隻馬報名 到最後 昨天公佈 只會跑這隻編而無知 這隻馬上一場在愛爾蘭的里奧帕馬場跑 就跟前跑然後彈掉來贏 是 非常之厲害的一隻馬 我白人的說法就是這隻馬就會贏這場打鼻 然後另一隻馬那隻金教堂就會贏星期日那場法國打鼻 然後他們兩隻馬就會在愛爾蘭打鼻 再重新對一次 說得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買了這隻編而無知之後 兩倍 現在兩倍 我猜明天應該會落到 你去到跑的時候就應該是16元左右 嘩 太討厭了 那你當是賣場球 那就是 莫亞奇 不是馬雅 其實大家真的可以拆回來看 這些就是很好的一場馬 馬場很過癮 你又要上到山上 然後又要轉左又要轉右 又有一個很急的左彎 然後直路去到最後又上了一點斜 總之是很好看 很訓練的 楊熙就介紹了大家 那一場買了那隻編而無知 另外法國打鼻在6月6日晚上的22點 即是跑完馬之後 休息一會晚上晚上 那裡有隻金教堂 金教堂都是我白人的 這個曼迪沙堡騎師是什麼 就是法國冠軍 OK 大家可以留意兩隻馬 安田紀念有沒有提供 安田紀念當然要買上屆贏冠軍的放晶歡呼 因為它基本上連下木都不夠去跑 去年安田 現在還未有的 還未出資料 那就是這個放晶歡呼 預計其實這三隻都是熱門來的 但正所謂山大宅貓柴 你可以人手過關三選一 那你16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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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倍多 第一隻就是編然無知 編然無知 放晶歡呼金教堂 這是我們的海外馬提供 就是賭到大家天分地暗 完全大家不知道這是什麼 總之你開它就會賭 對 那沒辦法 你一向都是這樣 開就會賭 一向都是這樣 八月 當年我最記得 你賭到八月 我經常跟朋友說 你都不知道有沒有踢過 22個人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搜尋不到誰 那些河月 那些河月 那些河月好一點 河月也是有點癢 那些河月 那時我神經病 不知道在哪裡賺這麼多錢 河月經常開帳 半帳 他真的殺得勝氣 他真的五萬元買一半帳 經常傳票過來給我看 但是那時他可以有個服務就是 他買了一條票就會發短訊到他的電話 然後他就把短訊截圖 然後傳給我們看 他那時說五萬元 五萬元 22個人你都不知道是誰 他說可以買 我有一次試過 很少買五千元 買五千元的洛菲 差不多了 因為我試過 有時候半夜三間 他開了一個賠率 星期四開了賠率 可能我有一場是星期五晚上 總之我很早的時候 下飛買五千元 一買他 就掉下去 其實你對賭球也有些研究 賭球就是大家知道 我做過幾個月的球彩台主持 那時候被迫研究了很多 因為當年我想去港馬 本來就 台長就說港馬就沒有位了 球彩台有個位你做不做我做 那就去講球 你對球也有些研究 你應該知道澳架那兩個字是為什麼 澳架就是澳架 我們稱呼澳洲職業員賽為澳架 我講個秘密給你 好嗎 如無意外 澳架是我作的 我大概十年前 我在某些討論區有一天忽發其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作 總之澳架 我在沒有任何看過其他人的情況之下 我就寫了一些東西 我就稱呼他做 這樣的球 不如叫他做澳架 誰知道後來就成為澳洲職業員賽的代名詞 真的有時候很離譜 澳架當然是離譜 叫做澳架你以為是開玩笑嗎 我記得我大概五六年前或六七年前 那時候基本上是澳架很方便的 因為他經常在下午踢得很好 我買完馬寶之後就找一間咖啡室坐下來量一下 我臨進去之前 總之逢有澳架開球 買兩注 一注入球賽一注角球帶 但現在改了 當然改了開球 過了這麼多年 那時候為什麼角球帶 因為他們那時候還沒學會 還沒學會用右腳的打左邊 左腳的打右邊 吃死地氣 不斷出球 很多角球 還有把力又差 當然是入球勢 我記得有一年 現在數三四年前 我不確定知道 我只買一對威寧頓鳳王都贏得少 無論任何情況你買他就可以了 那一年我忘記了他 不知道是不是聯賽普軍 威寧頓鳳王也不是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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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奧架是不是我作的 希望 但是我的印象就好像是 我開始說完之後 隔了一段時間 那些人就開始稱呼做奧架 那我們看看是不是香港的馬 再說一遍 我覺得這個世界 足球最離譜的就是巴西 巴西貴為足球王國 現在就沒有了 我記得現在一定要說一說這件事 他們那時候大概10年前 直播巴西足球的 有線電視 我當然有買 不是有線嗎 有線也直播 我在有線也看過巴西足球 早上5點多踢 我記得有一件事我最難忘的 他們那些人出場之前是不斷趕電話 真的離開了 無法無聽 後來這個現場就沒有了 但我記得有一期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的馬是輪著入閘 我沒有來跟潘頓郎說電話 那他們說的電話你不知道 就在閉著手 不是啊 真的很厲害 這個世界也不是開玩笑 好了 講完這些額外事 我們進入主題了 星期日泥草10場入馬賽事 編排了有兩場 這個很正經的 因為有人說叫我們開一個賭波台 我們現在就多說一些賭波 我們混合我們 分別是第四場和第六場 就是跑泥地的 我們這個常溪飛馬節目 其實都很認真搞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每一次 都有一個三寶的提供 我今天就想剪掉它 改成這個3T的提供 因為有9000萬的派彩 有6100個檔報 我完結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就會和你鎖3T大家鎖 是不是真的 真的 立刻買 立刻買 每人鎖3T的提供 因為我有一點點心水 玄學心水 真的嗎 好 我們來吧 先說了我的 沒有啊 我這次貼一些不關事的場次 我是關事的 我是早買早享受 貼了二三場 直路1000 四班1000一場 三班1000一場 快點行不行 你現在是貼二三場 二三場 第二場你要是哪一場 大家都知道 我的電視台那邊的節目 有一部分叫做新馬速遞 簡稱叫做新速 新速 明白 我就做了一些新馬 看看這個希斯馬房的新馬叫伊貝 伊貝 除了是一隻寵物小精靈的精靈之外 這個伊貝也挺特別的 就是因為它是一隻 怎麼說呢 沒什麼前速的 你沒什麼前速的馬 你就跑1000 好像有點不著數 但是我吸收了一個教訓 剛剛那一場 威靈頓風和3比0 對 放下心頭大隻 好 明白 不是 那個問題就是 剛剛那星期天 尾場不是有隻肥仔厲害的 是 肥仔厲害厲害 贏完之後 然後希斯做訪問的時候 還很得戚 你們看到肥仔厲害 賣門的泥閘 試得不好 因為他的馬不適合考泥地 跑草地就贏了 我心想想你很厲害 你這樣告訴別人 有時候連馬斯的信心帶起來 很喜歡入錢入按摩袋 所以伊貝來香港之後 松化市一貨集 田草市一貨集 谷草市一貨集 試了三貨集 所以不可以只是很懶 八隻新馬 只要看最近的貨集 一定要全部看完 基本上澳洲那些 一直看 看下來 伊貝好像在澳洲沒有試集 總之你要由它全部出現 怎樣拍賣賣出來 然後一直跟著 跟著來香港 什麼時候開始做第一貨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試集 一定要這樣整個做到現在 你才叫做一隻新馬 當然每年有四百多五百隻新馬 你要全部做到 伊貝試沙田那貨集 最好 基本上過了終點十多米 因為還沒去到馬 在山上走出來 落草地的位置 它已經過了 但之後5月22日 它試了一貨谷集 那一貨谷集 你看到它又推又剷 一貨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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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反應 當然我們這個時候 就要想起希斯的教誨 可能它不適合泡谷草 當然就贏了又鬆無鬆逆 又說這些人都不懂得看試集 你看上一貨集 上一貨集也很好 那天買 這一場馬 全場馬 十四隻馬 只有地通拿 地通拿 是一隻馬 不是一隻錶 還有海豚星 上場有批 其他全部都沒有批 還有放一個潘頓相 他也知道心意 這樣就不是的 包裝大獎已經輸了很多錢 好啦 那第一隻是衣貝 衣貝 但是冷不冷熱不熱呢 我估計 有25元 差不多 最多25元 要25元 沒有可能多過25元 即是你35元不買 當然不行 這隻馬是後追的 沒有真正騎過 他就三檔起步 出閘有可能會有一點點挨閘的情況 沒有所謂 三檔在裡面 找個位置留空 去到半程 即是四五百左右 開始比上來追 OK 好 第二隻也是你的 第二隻 第三場 三萬一千 這個自省財星 即是D421 未出之前 有些看神租的朋友已經告訴過 這隻很棒 那我開一條影片看看 出腳非常之高 我就說 那就跑直路一千 OK 因為你出腳那麼高 轉彎很不利 他是腳法凌厲 但是 就不太靈活 所以這些 最適合跑直路一千 結果上一場 快匯谷 跑一千米 就兩點幾倍 即是不太適合他跑 因為他再加上是不能放頭 再加上他出了閘後 都沒有認真令他放頭 所以就跑第四 這次跑直路一千 又草閘 其實你熟悉方一拍粗馬的手法 你已經知道很辣 弄四貨還有一個草閘 平時方一拍馬不跳 這隻要自省財星 買Q就拖連連歡樂 你介紹完第二第三場輪到我了 我就介紹第五場十號的神奇大帝 其實這隻馬是田雞騎 排了一檔 其實這隻馬是高冬妮 看看高冬妮的成績 其實今年不太好 其實對上五季從未跌出過前四 現在排第六 不怕退休 明年是65歲 獎金一定夠 不夠的話我猜就會改規則 如果高冬妮說要退休 我想馬會是總動員留下他 如果高冬妮說不好意思 我還是贏不了特命 我們以後頭六名都可以不退休 因為高冬妮差不多是香港賽馬的標記 我對她今年的成績是不太滿意 但我想最後幾個賽事 我想她不會以這個長數畢業 我想還有五六場頭馬 今次看回放田雞上去 就抽到一檔 這場賽事放頭的馬 會有獨角報告 包裝大獎 還有十號 上期大帝 沒錯就是她 有一檔又放頭 希望可以得到勝利 因為明天應該是有賠率的馬 不會是熱到飛氣的 這場馬 她的對手會有 我會第一隻 二俊 接著我會要一隻包裝大獎 然後就勁家家 還有十一號 大家不要忘記 歡樂小子 上次都跑得不錯 剛剛就是這樣 你突然提提歡樂小子 我想起了 上年的這個賽馬日 即2020年6月7日 十場馬入面只有蘇寶羅 蔡宇漢 以及忘記了 贏過 其餘那些全部有七場馬 都是華籍練馬才贏的 最近都說華人都沒有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看少這些文家梁特 黎海榮以為他沒有了道 這隻歡樂小子 這隻快再見 這隻馬可能是這一刻服役裏面 年期最長的一隻馬 S235 我小時候 P088那些 P字頭是步步入 步步有年代的馬 即流到下來現在S 應該都是最後一季 應該S步最後一隻 這隻 如果沒有記載 真的是老馬中的武馬 很長的 但是戰鬥力仍在 大家留意 第五場我要10號馬 神奇大大 另外最後一場 我選的賽事是第10場 我要起進區 一隻很準的馬 踏入2021年 跑了9次 起進區 三個第二 一個第三 中心鐵馬 同場有1號馬 飛輪閃耀 五號馬超級綠洲 和七號馬 快益線 亦都是在621場試做過賽 在那場賽事裡 莫雷拉奇起進區 鋸中間 後上就贏了1號 閃耀飛輪 贏了潘頓 現在又是潘頓 但這次不是莫雷拉奇 最重要的是 這次換了賽 賀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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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冷就可以了 有換賀明年 加多一隻三倍馬 就變八倍 最簡單的 這隻馬是自動球 也不用高手劇 我覺得如果翠翰今年要禁制 差半棍這些馬 就配合神之水敵 那你不用賠率 你想想 你贏了神之水敵之後 我今天這麼說的 蔡若翰匪是凡人 我就覺得他配賀明年 反而是好事 如果又選擇莫雷拉奇 莫雷拉奇哪一隻 莫雷拉奇他連贏兩場 有露露繩 羅富串 完美 我喜歡 真的 莫雷拉奇最近 這個書馬的創意 創意目極限 莫雷拉奇露露繩 還好 明天就起盡區域會買 好了 我介紹兩隻馬 那你先重複我們的介紹 好 待會我們3T再重複 再說 首先我要第二場 7號 希斯達潘頓的衣背 還有第三場 2號 方家帕達莫雷拉的自省財星 我就要第五場 10號 2號馬 高東尼馬房 田雞騎的實騎大帝 1磅 還有第十場 2號馬 翠惡漢馬房 賀明年騎的起盡區 好了 我們去到Brainstorming 3T 歡迎最後Brainstorming玩 是的 Brainstorming 好 兩場泥地 這件事 是不是特別呢 不是 泥地其實也很慘 基本上跑完1650米這兩場之後 只剩下個幾個星期 還有一次跑了1650米 接著泥地就下班了 1650米 接著泥地的1200米 之後還有兩個賽日 跑了之後又下班了 那就明明年了 結果就 又賣襯手 好了 我呢 因為3T也有9000萬 很瘋狂 我就跟何師傅搞了一些圓鶴 是 你知道現在跑馬也是 都是圓鶴而已 那個天璣你也算得到 所以我今天就說出來 好 幸運週六節 福星高小 第五場 第五場 愛馬劍 愛馬劍 愛馬劍很合理 沒事的 大家說一下 那就是膽來的嗎 我要德勝多做膽 我就要分手 德勝多做膽 我一定會有德勝多 說一下 如果有6號進來就好了 福星高照 德勝多 愛馬劍 是我心裏面的 你得罵得也不行 德勝多 嗯 照做 照說 你想一下 你已經有神奇大帝 還有二進包裝大獎 雖然包裝大獎我不會買 如果神奇大帝二進包裝大獎 那很多人會分你3T 不用的 你只有一隻就行了 你有這個德勝多就行了 大家不要忘記拖 第五場就完成了 第四場有甚麼好介紹 除了這個 第四和第六場這兩場來的 有兩場 大家要留意著 分別是第四場的黃龍司令 非常之歡喜冤家 黃龍司令和喜喜綿綿 黃龍司令已經連續兩次輸給喜喜綿綿 所以大家可以拿著黃龍司令和喜喜綿綿 就有一隻膽了 剩下那些金絲大帳 那你第四場找甚麼膽 黃龍司令 黃龍司令做膽 好啊 你就黃龍司令做膽 你這個排位版 退出了沒有 無心睡眠退出了 睡眠功略 因為昨天是我們出了這些 下午才會出現 第四場我們會選黃龍司令做膽 第五場我們用神奇大帝 但不要拖駡那隻六 好了第六場有甚麼心意 第六場這隻膽就是喜喜綿綿 當然喜喜綿綿就有多些不確定 因為他升級了 再排14檔 他之前也贏了兩次 不就是梁家俊贏了14檔 那次也是14檔的 但你敢不敢找一隻蘇寶羅的馬來做膽 那就後話了 而且他也是沒有打搭的 好 喜喜綿綿做膽 不要漏拖外馬劍 但如果你說你怕之前那兩關熱的 然後想在尾關搞一些新意思的話 不要漏那隻金絲大獎 因為那隻金絲大獎真是害死葛蘭 還有一隻馬我提供的 有型有福 又是進來不行的 因為有型有福就不同 因為他是鄭俊偉 鄭俊偉一向跑來地 你也要給予一些磅面 還有大家研究賽職的時候 有一場馬可能叫做六六七場次 六七場次你就看到印水子 愛馬劍等都有跑的 但你會看到為什麼輸這麼遠 旅英復星也有跑 為什麼輸10個馬位這麼遠 是不是遠離水準 其實就不是的 大家看看那場馬 其實金絲一號已經一隻馬 已經贏了9萬馬位 所以那場馬是很瘋狂的 奧漢 其實根本上他們就是距離 第二一隻就是過來馬位 已經收了步 瘋狂的 第三關我不要上希希綿綿做膽 我就跟你說 你敢不敢找蘇布羅做膽 我就不敢 不如我們會買的 認真我們不欺騙大家 我們不會找希希綿綿做膽 要大膽一點找他上去做膽 好 要是有型有福做膽 第二關 第三關就是有型有福做膽 第二關就是神奇大大做膽 第一關就是和龍師兄做膽 就這樣 我們提供做膽 腳大家脫掉了 因為腳這些沒有胸 我們只是告訴大家要有國樂自然 如果真的中了3T 下次整條飛在後面告訴大家 我們就這樣做 因為我們暗離地也不會說謊 我們馬上爬腳一膽拖 五腳一膽拖 我們現在不能馬上買來鐵飛 為甚麼 因為現在還未接頭頭轉 好了 明天才買 今天的3T場次我們也有提供了 什麼也有提供了 所謂包囊萬有 海外本地也有 威廉順鳳王現在多少 沒有完場了 九十多分鐘才入三比零 嚇死我 擺大1.57倍 威廉順鳳王好球 好多謝大家收看今集常見 希望我們延續的旺世 繼續可以幫大家贏錢 拜拜 拜拜